Hello,大家好,我是道哥 今天就没有去农场那边 因为今天我还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大家知道我在今年就开始弄红酒 自从超哥回来之后 我就把红酒的生意给超哥再打理 然后经过超哥这两个月的努力 我们红酒的业绩也是越来越高 然后我们那边那个仓库在这个月的月初就已经到期了 很早之前我就跟超哥说过 想去找一个门面 临街的店面去装修一个酒庄 因为他这里一堆 把我这个仓库里面全部堆满了 都是超哥的酒啊包装啊 在地上到处都是 我把这里先整理一下 有个朋友跟我打电话 说有一个铺面位置特别好 我先去看一下 看着感觉到这合适的话 到时候再叫超哥一起过去 因为酒庄的话我们装修不需要太大 就是说有一个可以陈列酒的地方 然后有品酒的地方 是吧 朋友三四过来了 可以休息 这里聊一下天 品一下酒啊 也搞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永远相信啊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超哥他对酒还算是 算是反正比我要专业啊 因为他特别喜欢喝酒 然后把这个红酒啊 白酒的生意交给超哥 是最对的选择啊 希望我们也能够慢慢的把这个酒市场 慢慢的把它打开啊 因为现在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啊 一些酒席上面要用酒啊 还有一些宋女用酒啊 都找我们拿啊 因为性价比在这里 把它整理一下 拆散来了 因为我自己觉得酒庄的话 要装在小区边上 或者居民比较集中的地方啊 最好还是要临街 就是车子可以直接开到的地方 比较合适 因为毕竟有好多朋友 他都是开车车过来的啊 后面的话超哥还找的几款 非常好喝的白酒啊 就是具有当地特色的那种白酒 那种散装的啊 嗯 其实我也很期待的啊 希望超哥能越搞越好啊 我肯定是全力配合的啊 好像就是这里了啊 打个电话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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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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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过来 等下过来啊 对我们来个小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有点大啊 合适 合适 合适啊 因为你们两个红酒摆的多嘛 呵呵 主要来的啊 对的好近啊 看能不能螺丝下来 阿道夫你办事效率太慢了 一两个月之前都说要 都说要找了 找到现在都还没螺丝 我们给超哥在关嘛 哦 超过他一直说他 超过他现在他爸爸在搞了个雕交机啊 嗯 又耽误的差不多一多月 那我姐夫这办事效率又太慢了的 哈哈 是不是嘛 你们仓库两个月之前都到齐啊 都一直在说找地方 其实做这个红酒 文雪他是很支持我的啊 最开始三四月份的时候 呃我决定弄红酒的时候 文雪直接 钱就打过来了啊 直接放款了啊 这个证明 呃我的想法是对的啊 因为给超哥弄之后的业绩啊 哦有老婆的支持 哦有老婆的支持肯定会更好啊 哈哈 又要放款 又放款了 哈哈 再一个就是做一些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 因为超哥他对酒他就是感兴趣啊 而且他们家有那个酒文化 他和老丈人 还有他爸爸几个在一起啊 那喝起酒来 一套一套的啊 这搞什么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 对吧 我就是不喝酒 我都特别心愿听他们说的酒文化 说的很好 一套一套的 得到老婆的支持了啊 呃 刚刚去看了 因为他那个房东还没来啊 我们改天再去看 呃价格是在 要2万多 一个小贵啊 嗯 面积跟我们现在这个差不多大 这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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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小妹的 可以啊 小姨子 那唐包听到的时候 人家唐包喊他小姨 过来喊他小姨了 小姨子 哦要多加一个字是不是 子 子就代表小孩子的意思是吧 我看底肌米 底肌米了呢 是鸡丹姜 鸡丹姜 我只想问你们班上有好多个人得了那个奖 你们班上有十多个恩 不是 十多个人得了那个奖哦 我有智力过恩得了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